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任务是早上我们要去优胜美地瀑布看一下 要去到那个瀑布脚下需要爬一段山路 我们现在出发 我们要去这里优胜美地瀑布的上游 在这个牌子上写的这条路线是3.5英里 走 我们出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这儿有个观景台 那个山峰也是Half Doom 很漂亮 这还看到那个远处的雪山 我觉得我们低估了今天这个爬山路线的难度 本来觉得两个多小时能搞定 但是现在卡了两个小时能爬到 能爬上去就不错了 小心,前面有个小姐姐滑倒了 大家看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到这个优胜美帝谷地 为什么叫谷地,能看它周围全是山的 优胜美帝谷地是在下面 就是被群山包围着的堤坝处 好 好 看,这个就是优胜美丽瀑布 然后它的下面,看还都有积雪水的下面 好漂亮 我们现在在这儿已经能看到这个瀑布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爬山的路线走了才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二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它的终点在哪 我猜它的终点可能会一直让我们走到整个瀑布的上面去 既然都已经到这儿了,那我们就继续走了 我感觉这个阔度越来越陡了 最后这段走起来非常累 这次爬山给我的感觉就是感觉体能照2019年下降了很多 可能是因为我们近两个月都没有运动过 上一次爬山,算起来已经是中国春节之前已经有两个月了 看来这个体力还是不能停止锻炼 哇,好漂亮 我们离这个瀑布越来越近了 现在到了这个位置 前面那个瀑布下面可能是凭你看不清 都是积雪,还都没有画 到这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差不多到点了 可能还有一小段路 但是因为今天下午时间也有限 所以我们决定返程了 虽然有一点小遗憾 但是还好 应该我预测上面的景色 应该不如刚刚走过来的那段好 所以今天这个山路就到这儿吧 我们准备往下走了 我们从优胜美帝瀑布那个山上下来 立刻赶到了 球长岩下面的一个野餐区 我们刚刚爬山的时候都没有爬到顶 就是为了赶时间赶过来 因为现在这个月份是 可以观看优胜美帝公园 很著名的一个景观叫做熔岩瀑布 所谓的熔岩瀑布 其实就是在2月的某几天下午的某个时刻 夕阳落下的时候 有一道太阳光会打到这个对面的球长岩上 然后会形成一道红光 就像火瀑布一样 这样一个景观 所以叫熔岩瀑布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看前面的球长岩上 已经有一道红光了 我们来拍摄试一下 可能看不清 还不错哦 今天其实不算是观赏熔岩瀑布的最佳时间 它达到峰值 就是效果最好的时候应该是在下周 但是现在这边已经有非常多的游客 在这边看了 看现在这会儿 那道红光已经基本消失了 我们大概是 我们几点到这儿了 5点 5点10分吧 然后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5点35 可能就中间那么十几分钟 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以准备收入收拾回去了 好吧 好